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卫星的卫能 力学能以及动能的一个特殊的关系 我们现在有一个卫星 它绕着这个星球打转 那所使用的向心力呢 就是什么力呢 万有引力 它是靠这个万有引力来绕圆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万有引力画出来 那它今天就是作为向心力 这样它才可以绕圆 那也就是万有引力大G大M小M 去除以R平方 就会等于向心力公式 能力平方除以R 那我们就会发现两边都有R 我消掉了 所以最后变成了大G大M小M除以R 就会等于MV平方 那么这里就有一些很特殊的东西可以讨论了 R分之大G大M小M 很像我们这一个章节强调的一个新的卫能 对不对 我们这个章节说 重力卫能实际上可以定义成R分之大G大M小M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刚刚的这一个R分之大G大M小M 其实就是负的卫能 然后这个MV平方 左边这个MV平方 我们又可以回忆一下 动能它就是二分之一MV平方 所以这个MV平方它其实就是两倍的动能 因为一倍的动能是二分之一的MV平方 那MV平方就是两倍的二分之一MV平方 所以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特殊的关系是 原来卫能的负值就是两倍动能 好 所以这个卫能和动能就刚好是差了二分之一倍 卫能的负值就是两倍动能 那紧接着你又可以把力学能表达出来 力学能就是卫能加动能对不对 那可是卫能的话又是负的两倍动能对不对 因为既然负的动能负的卫能是两倍动能 那卫能就会是负的两倍动能 好所以结果我们的力学能就会是负二动能 再加动能所以是负动能 所以这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很简洁的关系式 那就是卫能就会等于两倍的力学能 然后又会等于负两倍的动能 这样子 好这个就是当万有引力作为向心力的时候 你就会符合这样一个关系式 那你只需要知道这个卫能其实就是负的大G大M小M 去除以R 那你就可以连带的得到这个卫星的动能以及力学能 然后那划成图大约会是这样的 嗯不是很好画 我画这个好了 好 画成图的话如果我们以纵轴为能量 然后横轴是R距离 那我们的卫能呢 它会是负的 所以它会是大约会是这样 好这个是U卫能 它就会是负的 大G大M小M 去除以R 那卫能和力学能是差两倍 所以力学能是卫能的一半 所以卫能的一半就会是力学能 所以它大约会是这样 好这个蓝色的这一个就是力学能 它就会是负的R分之大G大M小M 那接着呢 那接着呢 力学能又是负的动能 也就是说动能就是负的力学能 所以把力学能整个往上翻过来 就会是动能 好这个K 这个K就是动能 它就会是负的力学能 所以它会是2R分之大G大M小M 这就是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 וא� 企业